大家好,今天是7月12日星期五 今天港股又升了三百多點 時之中有些人會問,為何突然會升 第一件事,很多人都會說美國減升,當然不是 我今天有篇文章會說,阿爺一直想維持A股 即使要大協港股去穩定它 維穩A股在去年6月、9月已經開始出來了 所謂的國九條都已經是去年那時推出的 不過很多人都說,你推出過17,000次國九條 這次有甚麼分別呢? 問題在於推出一些要維穩或維持 這是一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發展 是需要很多條件的配合的 不過你有沒有能力去反擊美國的打壓? 因為美國打壓的時鐘沒得搞的 好像是中兒童那樣 一聲就被人家有八十元,沽到三十多元 到現在他一聲就上回來了 你有能力去維穩才行的 如果不是這樣就被人打,是這麼簡單 現在阿爺基本上應該就是 軍事上是抗衡到美國 在南海方面,你們搞不搞事,你們自己想了 美國之前就用了十幾個小時 將導彈運到菲律賓 想著整著一點,撐住你 不知為甚麼 然後又說,導彈會起九月就會撤走 你運回來 又運走 中間一定是外交上的角力 包括了武力上的角力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近日 美國的GPS 在南海一帶完全被封鎖了 即是說,你美國人 如果要打仗就用GPS 即是衛星導航 當你衛星導航都被人廢了武功 只要有北斗打你 就麻煩你不要自己拿架來丟 自己打不過了 這是一個猜測 沒有人會很清楚知道 事件就是有這樣的出現 現在也是經過了美國方面的軍方 以及美國媒體證實 南海面的GPS 一度失靈 那麼 在這裏很簡單 再跟著阿爺 就在7月10日 晚上 就公佈了 就是要不准暫時禁止了 這個轉融 轉融券 轉融券 什麼叫轉融券呢 我今天有篇文章解釋過 國內有融資融券 融資即是借孖展 融券即是向經紀行借貨 轉融券就是一間經紀行借不完 即是借盡了他的能力 他還可以幫你去找其他的經紀行 借貨給你 即使你很大 很大量 才可以用兩間經紀行 或者三間經紀行借貨 都被你沽 現在就說不准你轉融券 即是不讓淡油 禁惡而去做 為甚麼如此 不知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能就是 不讓這些大戶 再是一個T加0 國內的股票交收是T加1 香港是T加2 即是說 你交易了幾天之後 要一天之後 你要真的傍穩 或者渡貨 如果T加0 即是是大戶 可以在即日內 即是 上手買 下手沽 都可以 那麼 T加0和T加1 T加2有甚麼分別 T加0即是即日 即是我的風險 比較小 T加1 要隔了一萬 一萬年 不知道世界有甚麼變化 如果你是大量大手 所謂對沖的交易 或者量化的交易 你就要自己看著 會不會有變化 被人夾死了 如果T加1 更加是 所以這個 就是需要這樣看 沒有啦 這時候 對於那些淡友 是有了制裁 淡友制裁了 好友就可以好一點點 所以昨天 11號 升了三分幾點 今天 又升了三分幾點 有人會問 還有沒有升 有的 有的 為甚麼 因為以前 當大戶可以T加0的時 即是他拿著機關槍 我那些散者拿著大關刀 那你一定會死的 是吧 如果當然 你現在 撿下了你的大關刀 撿下了你的機關槍 大家都是打大關刀的時 就是大關刀打過大關刀 那麼 大戶 在時間上的交易上 在風險的管理上 跟我們散戶是一樣的 一樣的 在時間的風險上 是一樣的 因此 我們會建一些 比較 平 即 可以 平衡一點 對等一點的地位 來再調整 因此今天就升了 若然如果這個再繼續 下去都如是 即是說 這個東西 是可以 很容易 反映到 在那個股價上 反映股價上 下週 就會有三中傳媒 三中傳媒 當然 很多人有很多東西 說的 我下週也有些文章 說三中傳媒 大家看看我的觀點 暫時 我又不說 好嗎 好了 反正那些東西 在今天炒完之後 到星期一 再炒 星期一 好嗎 今天 一半倒是上升 這樣上升的時鐘 很簡單 哪五個板派是上升呢 你看到地產 銀行 保險 房子 醫療保險 地產會上升 因為這三中傳媒 一定會對地產的事務 有所有很大的交代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地產業會有失落的三十年 好像日本那樣 失落三十年 第一件事很簡單 中國是中國 日本是日本 是不是 不要這樣把中國的東西 出來 日本的東西 一定是來到中國那邊 你知道日本當時的時子中 還有很多東西 日本當時的三十年換了他們的手上 是不是 香港呢 不是 中國呢 沒有嘛 當時在這點裡面來說 所以你不要把那些 以前的三十年等於三十年 你把漢潮 那些東西 扭到現在來說 有所參考 不會直接行動 銀行是好一點 因為想著他們會派高息 保險業方面比較好一點 因為保險業方面比較好一點 因為保險很多的投資 都是這個 內銀 內房 房積和服裝好一點 因為 內需股 的稅務問題 有所改革 醫療保健一向都是這樣的 應該要好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 每個版派 地產股 哪裏有這麼欣豬 不要想著這樣 我一直都很喜歡的 龍湖都基本好 是不是 還有香港的 地產股也是一度好 跟著銀行方面 全線都好 不用想 再跟著 保險方面 含鬧大鵝龜 也是好 硬的 服裝和服飾方面 其中一個是稅務問題 三宗傳媒應該會有說 所以應該又會好 將於醫療保健的時鐘 一定一定 將會有一些 醫療保健的發展 最近 有些東西 跟三宗傳媒有關係 這也會好 在這裏說完之後 看看 整個版派方面 一片是紅色 十分之好 騰訊 升了2.幾% 阿里巴巴升了3.幾% 美團升了4% 工商銀行升了2% 香港教育率也升了2% 貫能度比較好 我們看看 阿西升穿了 行申指數升穿了 這個是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中軸是178 接著就去到這裏 我個人覺得 這個是 行申指還需要上挑戰 通道的頂 通道的頂是183 183是不行的 一定要站上去185才好 185是這個位置 185是這個位置 站上去185這個位置 站上去185就是怎樣 起碼補了這裏的列口區 補了這裏的列口區 接著還要看補上 上面那 185之後將會怎樣 185之後就好了 將會 將會出現一個所謂的N型走勢 在這裏呢 這裏呢 我們看看 這裏呢 會由 158 升到上去 這裏是多少呢 197 是當作198 158升到 178 198 這裏是3000點 這裏是多少呢 175 175上面再加3000點 理論上的圖就是這樣做 這裏應該會出現了 175 再加3000點 也有205 至211 211是甚麼位置呢 我們看看這裏是周線圖 211至255 很簡單 我看看這裏 要放大一點 好 這個呢 211至255 這裏呢 這個位置 周線圖 都是大致上 高位是197 這個高位 又是196 我們看看 到這裏 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 就22000 20200 200 所以在這裏來說 201 就去到這裏 211又會去到哪裏呢 我們看看這裏 這些就是208 209 這個呢 這裏是208 209 那我將會去到這裏呢 看看這裏 這裏是201 211 那即使說是 如果站起150的話 他再上來的範疇 約莫 就去到這裏 至這裏之間 OK 就這樣了 現在 在周線圖上 是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上去的 這裏 由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現在這個位 就是 17 這個中族 但是 這個位 對不起 這個位 這個中族 這個位 為甚麼會這樣呢 是 是 這個位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就去到現在這裏 應該是 在180度 180度 然後上去上面 就可以再去 這是日線的 這是 我現在看的 這是周線的 那就應該上去21000 去到這裏 這個水平 在這裏的話 會多久時間 可以到 可以是很快的 三興四 黃五共 六住 七翻身 英動 今天我又看看 成交 在今天的成交來說 我昨天已經說 昨天的成交 應該可以多過 前天的 那今天來講 成交應該可以多過 昨天的 即是 成交方面 是可以是再繼續 是有所增長 那成交增長 那就會是很好的 代表了 應該可以來到這裏 成交增長 來到這裏的水平 那代表了 都是超過了很多時 平時以前的位 那代表了就是 即是市 是 比較活躍 好 講完這個 我們看看 今天有甚麼課 可以看看 第一個看 油柱銀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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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